那个24岁女人有长期病患 星期二在尖沙咀一间美容院 由医生在她的面部注射欲毒肝菌毒素 之后全身乏力、头晕、护心和气粗 今天去到伊丽莎白医院求医 怀疑医员性欲毒中毒 目前情况稳定 卫生防护中心正去调查事件 并提醒市民注射欲毒肝菌之前 应该先了解潜在风险和病发症 如果对欲毒肝菌毒素过敏 或者打算注射的部位有发炎 就不应该注射